大家好,我是关心 古往今来,爱情都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事情 不少陷入爱情的人都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 却没有想到,爱情有时候还会制造更多的遗憾 尤其是在感情破裂后,复兴双方离婚 那就更是一场悲剧 感情纠葛,财产纠纷 这些事情牵扯在一起 就算没有闹得鸡飞狗跳,也是一地鸡毛 但是你绝对想不到 在唐朝,夫妻离婚不仅不会撕破脸 还会用非常文雅的方式送出彼此的祝福 我们来看一份从敦煌出土的文物 是一份来自唐代的放弃书 放弃书也就是现代的离婚协议 上面写着 凡为夫妇之音,前世三生结缘 史配今生之夫妇 若结缘不合,彼是愿家 故来相对 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 快会及诸青,各还本道 愿娘子相离之后 重疏禅病,美腹额眉 乔逞窈窍之姿,选聘高官之主 解怨世杰,各莫相赠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既然我们这辈子能成为夫妻 那就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可如今这个婚姻却充满了争吵和怨恨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 反正咱们现在也没有办法一条心过日子了 那就通知亲朋好友 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说清楚 好聚好散 请他们做个见证 然后咱们就各回各家 希望娘子同我分开之后 可以打扮得美美的 另找一个如意郎君 我们以后呢,还是朋友 千万不要带着怨恨 既然是好聚好散 那么咱们就一别两宽 各自欢喜吧 一别两宽,各自欢喜 其实是优雅又温暖的一句话 离婚还离得这么温馨 那比起现在 一些闹得天翻地覆 反目成仇的夫妻离婚 唐朝人的离婚协议 却还如此充满了失忆 那真是令现代人惭愧 夫妻婚姻生活出现矛盾 双方选择心平气和的协商 并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和平分手 送上彼此的祝福 让离婚显得十分的体面 也非常的有人情味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女子的地位是相对比较高的 社会对他们的束缚也相对宽松 那女子改嫁的现象呢 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女子也有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 在唐代的秋狐小说中 因为这个秋狐离家游学 常年不归 所以婆婆就主动劝媳妇改嫁 说不可长守空房 任从改嫁他人 在唐代的法律还规定 那些遇到复兴汉的女子 也可以提出离婚的权利 在唐朝 离婚不叫做休妻 而叫放妻 所以叫做放妻书 那这个放 我想也许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放各自一条深路 还彼此一个自由 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白头到老 如果万不得已要分开 那么也应该学学唐朝人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让分手变得温馨 给各自留一份体面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先到这里 欢迎您留言评论 关注转发 支持关心的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